维拉斯石膏像 我画过了好几次 大概三次到四次 这是最后的 也是最近的 为学生师范所画的一张石膏像 那采取什么方式呢 采取说我们要画三个星期到四个星期 每个星期有两堂课 一堂课三个小时 所以我摆好画架以后 怎么起稿 怎么定点 怎么用直线把大的外形抓出来 等等 这些就从我师范开始 但是不做太多 只做这个直线起稿这个阶段 那大概我做一个小时以后 学生跟着用两个小时 来做这个阶段 那到了下一堂课就是第二天 然后我开始了把明和暗分开 一边讲一边让学生看到 什么叫做大明大暗 在单一的光线底下 灯光底下 这个石膏像会呈现亮部 光照到了会呈现暗部 这是暗部 这是暗部 亮部在这边还有反光 但是呢反光不化 亮部的深浅也不化 只把这个灵暗交界的地方找到 找到以后呢 还要看它的长短 斜度 请斜度 还要看看这些亮的暗的那些位置和比例 只要解决这个 然后用一个灰色把所有的暗部 平均的 不分深浅的 用一个灰色来代替这些暗部 这样就形成 大明大暗 以灰色来代替暗部 暗部还有深浅 但是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暗部只有一个颜色 我们如果把大明大暗解决了 然后把它的形体 这个明暗的形体规范了 找到了修理好了 你就可以放心地去画了 放心地画了 还是再画暗部 加深暗部 然后呢 再画这些 从暗部 紧淋的这些灰色 我们叫中间色调 这个中间色调呢 就会带动了这张画面的立体感 和它的生动的地方 像这个乳房 它就有亮部 有灰色 有明暗交界线 有暗部 有反光 有这个暗部的投影 所以它就差不多五个层次 有这些层次就是 你把它表现出来 它就立体了 再一个最难的是 是这个腹部 这个胸的 胸国 它有一个断层面 然后下来就到腹部 腹部呢 带有很细微的灰色 你要找到这些灰色 而且呢 你要看 它的对方 对立的 或者说 它的远去的 这个面 跟过来 接近我们的 这个面 找到这个面 找到往上的面 找到往下的面 极其为妙的 这个灰色变化 找到以后 这里就变得立体 变得语言多了 变得有可读性 这个是最难的 这张画里边 这里非常的浑厚 肉体 虽然是一个大理石的雕刻品 但是它感觉的 真的是似乎有温度一样 我们到了这个裙子的部分 它做的比较有雕刻的味道 有那个雕琢的味道 所以我们在铅笔橡皮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强调这一点 它就跟这个躯体的上面呢 形成一个对比 就有节奏了 就可以有欣赏性 搅拟了 按着 铅笔橡皮托